黄瑜大世界要带您关心到 以巴爆发了50年来最严重的冲突 死亡人数超过了1300人 以色列对加萨境内哈马斯的据点展开了全面性的空袭 更下令封锁加萨 禁止所有物资进入 以色列还史无前例的召集了30万名的后备军人 不少旅居海外的以色列人纷纷返国 准备要加入战争的行列 而以色列对加萨哈马斯的地面攻击 似乎是箭在弦上 不过哈马斯还是持续对以色列发射了火箭弹 双方的冲突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 CNN采访团队在以色列和加萨边界跟死神擦身而过 哈马斯的火箭弹就从头上飞过 采访团队就地寻找掩护 喘息声全都录 哈马斯持续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以色列则是对加萨哈马斯据点进行铺天盖地的空袭 爆炸声划破加萨即进夜空 以色列誓言报复这场血海深仇 纳坦亚胡召集军方高层开会 还痛批哈马斯跟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没有两样 以色列国防部长下令全面封锁加萨 禁止所有物资进入 以色列召集了30万名后备军人 地面攻击行动蓄势待发 专家担心以色列一旦被激怒 挥军进入加萨 北边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 甚至以色列的仇敌伊朗都有可能蠢动 在此同时 哈马斯一名官员受访时表示 哈马斯的目标已经达到 愿意跟以色列讨论可能的停火协议 刘雍伟编译